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C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三种模式对象 就是序列 序列跟视图表一样 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储在ORC数据库中的对象 那么序列是做什么用的呢 序列其实是一个自增数列 自动增加的数字序列 记住是自动增加的数字序列 那什么情况下用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我创建了一个EMP1表 这个是复制了EMP Lumber和ELEM 接下来呢,剪切掉这张表的记录 出现了一张空置记录 很明显EMP Lumber列是数字序列 我希望我每插入一个新的员工的时候呢 不用每次都去计算EMP Lumber的值 而是让它自动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用到序列 序列的关键字是Sequence Sequenc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创建序列的一个语法 创建序列的一个语法 这里有一个,呃,示例 Create Sequence EMP Sequence 然后呢,注意increment by是指每次增加几 如果是1就是每次加1 Start with 1就是说从1开始 没有最大之Low Max Value Low Cycle Cake 10Cake是缓冲的意思 缓冲的意思 那现在假设我没有背后的Cake 只到这个地方 只到这个地方 Start with 1 这是可以成功创建一个序列的 这个序列的名字叫EMP Sequence increment by就是每次增加1 Start with 1 好,我们来试一下 Sequence 看一下左边的Sequences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EMP Sequence的对象 EMP Sequence啊 针对于Sequence它是有两个伪列 一个叫做Laxed Value 一个叫做Current Value 我们用对象 这个序列号的名 打点调用Current Value 我们用FromDua看一下 这个时候 它会说EMP Sequence 没有被定义 是因为现在我还没有使用它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改成Next Value呢 出来的结果就是1 再执行一次变成了2 再执行一次变成了3 这个就是序列 OK,接下来我们Insert Into EMP 两个列 EMP Lumber和Elem Values 如果我要用到Sequence的话 点 Sequence EMP Sequence点 Laxed Laxed Values Values 豆号 Aaa 好 执行一下 系列不存在 是EMP 下画线Sequence 不是点Sequence OK 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到底往 这个EMP 表里面插入了哪一条记录呢 变成了4 Aaa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之前我已经执行了三次 这个EMP Sequence点Laxed Value 每执行一次都会得到下一个序列 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执行一次Insert 再执行一次 好,执行了 相当于执行了 三次 插入了456 很明显真的EMP Number 就是自征序列 这个就是Oracle的序列 自动增长的数字序列 这个数字序列呢 它是专门用一个序列对象保存的 呃 我们要引用这个序列的话呢 只能通过这个对象打点 调用Laxed Value啊 或者是Current Value 好,才能够调用这个序列的值 也就是说这个序列其实相对于 相对于这个表是相对独立的哈 任何地方都可以引用这个序列 但是呢 呃,发现没有 如果说你发生在两个地方引用序列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序列的一个中段 中段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用了4567 然后呢 我又在另一个地方引用了这个Sequence的Laxed Value 接下来我再去插入这个EMP表 好 我再查,再查询 你就会发现我的EMP Lumber从4567突然间断掉了 8,9,10全部都被其他的地方引用了 然后又我的序列呢 变成了11 诶,你会发现序列是一个只能往前走 没办法后退的这样一个数字序列 提醒一下大家 将来我们真的要用到序列的时候 最好一个序列只在一个地方被引用 免得像这个地方会出现序列的一个中段 接下来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创建序列的语法 创建序列的语法 刚才我们只介绍了两,前两个字句 一个是incred by 1 除开incred by 1之外 我也可以incred by 10 就是每次自征10 start with也可以不从1开始 可以从1000开始 那接下来第三个呢 no max value 就是不设最大值 要设最大值的话呢 可以改成max value 多少多少 好 接下来再看low cycle 是指不循环 如果我写了一个cycle 就没有漏两个字的话呢 那就代表 比方说最大值是1000 我到1000 我又从头开始 cake呢 是指缓存 就一次我会读取到缓存中几个数字的序列 好,这个是缓存 注意下 这个就是创建序列 好,以及序列的一个应用 我们基本上在什么地方用呢 比方说刚才我演示的 insert语句的时候可以使用 好,update的set语句也可以使用 好,insert语句的紫查询也可以使用 ok 关于序列的使用 我们就介绍完毕了 下次课再见